位于基隆社和平岛的天险公司 全国知名庙宇 不过从和平街路口开始 沿路道路狭小 加上电线杆林立 不但影响测量通行 整体环境景观也不佳 由于台电方面规划的 和平岛电杆下地计划中 关于和平街的进度非常缓慢 庙宝因此与当地居民 向立法院蔡世英方面陈情 希望加速推动 来我们这里调整 来我们这里均衡的人员也很多 我们电线可以来这个地方 美观 第二 对我们这个环境 尤其在和平岛 和平岛已经成为一个观光的地方 所以台湾的伙计 都会来和平岛这些观光 也会来我们天然公 来拜五圈台帝 所以我们给它 环境 用的好事 对我们阶段市 我们这些名声也好 我们地方也好 大家安全也好 都有一个非常帮忙 在接获陈情后 蔡世英服务处方面 特别邀请台电人单位到现场会刊 决议分两阶段进行和平街电杆下地 第一阶段将先处理天险工前的电线杆 和平街一号到天险工为止的 相关的电杆的下地工程 已经延荡很久了 那我们也依照地方的需求 来提出相关的申请 但一直没有进度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现场会刊 那达成一个共识 因为这要分两段处理 从一号到山上这段中间 有些管账问题跟占用问题 我们要求国产署跟相关单位 赶快来做排除 那在可以下地的范围之后 我们请相关单位提出申请之后 我们要求这个台电先行来施工施做 那后段的部分在 并同相关的占用处理完之后 要求进行规划跟设计来做施工 对此台电基隆营业处方面回应表示 会配合地方居民的需求 也请天险工及基隆市政府方面提出申请 加速成案和规划进度 对此共同出席会刊的基隆市议员许瑞慈强调 将督促基隆市政府相关单位配合办理 加速让和平街完成电感下地 因为有接受到民众反映这个电感希望能够地下化 那我也是希望说能够配合委员这边 然后还有天险工这边 还有这附近的居民 能够把我们的整体的电感做地下化 把这个和平一路这一段呢 去做一个改善 那我也会督促我们的区工所 还有相关的单位来配合 然后来进行这个电感的一个地下化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道